原本是希望可以 就是找一些 就是在時尚產業進行工作 因為紐約畢竟然是時尚制度 後來就工作都還沒開始做就回來了 經過和平醫院的時候 就看到我之前住的那一面 的窗戶那一面的時候 還是會心裡會揪一下 這樣會難過一下 2020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一面 三月中的時候才開始慢慢從周到的人這邊聽到說 欸開始有一粒兩粒這樣等等慢慢的 紐約開始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爸媽就很擔心就希望我趕快回來 所以我就打包回覆這樣 才去美國一個月的時間吧 後來下了飛機之後就還是決定主動申報一下比較好 因為雖然我不覺得自己有怎麼樣 但是我還是覺得 畢竟咳嗽好像也是症狀之一 就覺得那我還是申報一下好了 所以就去申報就做檢測 結果兩天後我就接到電話 就說欸確診了這樣 就護車就來了 然後就把我帶到和平醫院去了 第一個當然是打電話給家人嘛 就跟我爸媽說 欸就是我剛收到電話了 我現在要去醫院了 當下是一直在哭的啦 因為就是可能自己也嚇壞了吧 就是沒有想到 就是還有一種覺得在跟我開玩笑嗎 的感覺 對所以當下是一直在哭 可是就是很努力的告訴自己說 沒事沒事會沒事會沒事的 對呀 Hi guys This is Kai 我現在在醫院裡面 最富亞格里病房 台灣的社會風氣應該沒有人敢這麼做 然後我就覺得 大家都有一點 把 尤其是像我們境外移入吧 就大家都有一點點污名化我們吧 我現在才剛開始 那我就已經沒有很舒服了 對 就是我的肺隨時都感覺是很累的狀態 尤其是我咳嗽的時候 會更覺得很累 大家還是小心一點 但是 其實得了也很緊張 希望拍這影片之後 大家可以對確診者多一份 關心跟理解這樣子 等待一下喔 就是當你是陽性的時候 跟你是陰性的時候 他們的程序 通知的程序就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他們那個程序不太一樣的時候 我就大概有猜到說 大概不太妙這樣 昨天沒有錄影 因為 就是一直很期待可以出去 可能就是期待太高 所以昨天聽到的時候 就很難過 就哭了一個下午 我就在醫生的護士前面大哭吧 對 當下真的很崩潰啦 就覺得什麼 啊什麼 我人生都沒有希望了 好像之類的這些話也有講出來 對就是說什麼 好啊我覺得一輩子住在裡面就好啊 之類的 就是這種各種企劃 對就是 就很生氣 又很難過這樣 就很像瘟疫的感覺 大家就是 就對我 可能對我確診者有很深的恐懼的感覺 對 然後我也有朋友甚至就很直白的跟我說 那你當初就不應該上飛機回來 那其實在確診者 我啦 至少我耳裡聽起來不是很舒服的啊 就會覺得 這是我家 為什麼我不能回來 那我也只是希望可以 就是回來 到家人身邊可以 家人朋友身邊可以被 就是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的話 可以有人照顧等等 對啊我也只是回家而已 為什麼不能回來 這些朋友我後來都 也蠻直接跟他們說 就是 你那樣子講其實讓我蠻不舒服的 蠻受傷的等等 就我都很直接跟他們講 所以 他們也都有說 啊就是不是那個意思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有講開了 所以就沒事了這樣 嗨大家 這是Kai 哈囉大家好我是Kai 好久沒拍影片 我回來了 所有確診的東西發完之後 就想說 那也 各個訪談也都告一段落 我就覺得 好OK這件事情應該結束了 那要恢復正常生活 對 雖然我是清整 所以我也不覺得自己有真的 經歷了什麼 很嚴重的抗戰或什麼的 可是我出院之後 這半年來我好像就生了 三四長病 也有一部分是因為 心理壓力吧 對啊 經過和平醫院的時候 就看到 那一個我之前住的那一面 的窗戶那一面的時候 就還要看到幾盞燈是亮著 我就覺得那應該是有人還住在裡面 會想像之前 在那裡的時候 我也曾經是那一盞燈的感覺 對 所以現在看到一些人 有幾盞燈亮著的時候 還是會 心裡會揪一下這樣 會難過一下 對 這段時間陸續續也有幾個人 會來私訊我 然後其中有一兩個人是 他們正在住院的 對 然後就會來私訊我說 他們也在經歷一樣的事情 然後看到我的影片覺得 很受鼓勵等等 對 我也都會覺得 就是會幫他們加油打氣啊 加油什麼的 我就說我都出院了 你也可以 會沒事的這樣 我都是這樣跟 來私訊我的人說啦 相比起我當時確診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個名稱 已經沒有這麼可怕了 身邊的人會說 你知道他曾經之類的 然後大家就 哈哈哈哈 大笑一場 就因為這個病毒 然後就改變了 大家所有人的一生 就覺得很荒謬 但是其實呢 雖然說很荒謬 就是笑看這一切啦 從小都是一個 算是一個蠻有目標跟計畫的 在過我的生活 對 然後也就是很清楚 大學畢業就要去國外讀書 然後國外讀書之後 就要去美國工作等等 就是這些都在計畫內 原本我不應該在這啦 對 原本是希望這個時候 應該是在 紐約過得像 慾望城市一樣的生活之類的 但是就沒有了 紐約旺就 泡湯啦 對 短時間內應該是不會回去 我的2020關鍵字是 古底 對 就是雖然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蠻 蠻悲傷的一個字 但是就是 其實人生本來就有高高低低 所以 高高低低都有它很精彩的地方 所以希望2020年就是已經把我 這個人生階段的古底經歷完了 接下來就是慢慢的往上爬這樣子 一個人生水 平安的土底 在經歷後 可樂出品 做 productivity 我希望你會往往上爬